隨著中華職棒球季的結束 職棒球員工會也展開基層回饋活動 由中華職棒球員工會理事長胡金龍 帶著王柏榮 彭世穎等三位選手 到新竹市自贈小球員們棒球球具 希望讓棒球向下扎根 我們帶了一些跟 當然是一定有帶球具來 但是我們今天又帶了一些 對於棒球的書籍來給小朋友這樣 當然是品學兼優啦 我覺得會打棒球然後也會讀書 然後以後不管你有沒有打職棒 或是有沒有再往棒球路發展 我覺得都還是要在這個社會上 當一個成功的人 以我自己為例 小時候看到這個棒球隊的這個球員們 在操場上英姿煥發的這個演出 都會非常非常的羨慕 那雖然自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優秀的一個棒球的一個球員 但是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做一個工作 就是讓我們的棒球運動 在我們新竹市向下扎根 明星棒球員駕到小球員們排排站 等著簽名的隊伍更是一大串 為的就是手上這顆得來不易的簽名球 拿到這顆球仿佛又更靠近自己的 職棒夢想一步 我今天簽到我們博弘的簽名 我希望跟他們覺得要一些打擊的技巧 跟手背方面的技巧 我簽到胡金龍跟郭君佑的簽名 希望可以變得跟他們一樣強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近幾年隨著國際賽事的舉行 與假球因應逐漸退去 國內投入棒球運動的人口越來越多 中華職棒工會不僅希望充實基層的棒球設備 更希望透過分享會 讓小球員們建立正確的棒球觀念 也讓國內的棒球運動更加蓬勃發展 凱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